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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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是我金家人,金家人,港人,港事 香港的前景,确实 now 现在越来越差 我作为香港人 我当然不想 虽然我早在几年之前 已经判定了香港 未来就一定会走这条路 但是真的 凡事都有个尽头 有个谷底 正所谓物极必泛 去到谷底 都会向上升 即是会有翻身之日 无论是一个人 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城市 都是这样的 好了 到底香港何时到谷底呢 今年2024年 会不会过了2024 就会去到谷底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数据 和很多新闻的讯息 可以告诉大家 香港的地运 前景 究竟去到哪里 我这条片 就和大家 详细分析一下 通过四五单 新闻 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 香港的衰运 究竟去到一个什么阶段 最近 就是说铺市 新世界 上个月 其实早一两个月 我都好像做过一条片 说过 新世界 有意 将 用7亿 买回来的店 打算用3亿元 卖出去 因为市场股价是3亿元 但其实当时 有些报章杂志 有些媒体 就去问地产商 问地产公司 就问 那个业主放多少钱 谁是业主 当然是新世界 0017 我记得我做过一条片 就是说 坦白说 新世界 究竟是看不好的前景 还是很缺钱 还是觉得 这一批货 因为八家铺 坦白说 我现在给你八家铺 你还认不认为 可以一铺养三代 现在竟然 外奸 无论是国内 和香港 有另一种说法 一铺 害三代 真的 这部片最后 就告诉大家 原来一些物业 如果真的 遇着跌市的环境 是真的会害到下一代 甚至是两三代 好了 现在其实 外面有个消息 传闻就是 现在 新世界 已经沽出了这批蟹货了 因为如果你是七亿买回来 八家铺 你真的折扬了五点五成 大概折扬了55% 就是三亿多 市值是三亿多 已经是虚了四亿多了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现在市传是 卖了这八个铺 只是两亿多元 松一点 当然 这宗消息 这个资讯 还未经证实 而且我又不是地产行内人 我也不是通天的 我没有内幕消息 但是 我很相信 这件事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 你七亿的铺 八家铺 你如果打包一次过卖 现在是三折买回来的 三七二十一 就是他七亿买回来的货 是用三点五折卖出去的 你说便宜不便宜 不是 现在市价值三亿多 那为什么不是用三亿以上呢 那大家 就要明白了 其实买家 坦白说 是未必看好后市的 他只不过就觉得 嗯 就是 现在竟然是有大公司 大地坦商 突然之间扔一些便宜货出来 有一些叫资深投资者 手上可能更有钱的人 就是他觉得两亿 没所谓 十十岁 很简单 他两亿一般来说 都不会真金办 拿了两亿出来 一般来说 因为铺 就算你做短期租约也好 在尖沙咀那里 六万 七万 八万 视乎铺位大小 你都可以随时租出去的 你找长租就困难 短期租约不困难 那当然是计算那条数 对不对 那你现在用二亿多买八家店 当然是划算 因为新世界在那里 店铺买入价最便宜最小的那间 可能是 是四千八百万 最贵那间是一亿六万 好了 现在八家店 因为他捆绑式去买 当其中一间 除开这样算 每一间平均这样算 其中一间店有多少钱呢 除开大概两千多万 虽然大小店不一样 总之 每一间除百就是两千多万 那你两千多万 用最小的一间去算 以前也四千八百万买回来 现在是半届 还便宜些 你说划算不划算 当然是划算 亿六那间的面积当然会大些 现在也是两千多万 那你说死不死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买家 那投资者 当然计算那条数 因为你买店最多就是 银行股价 之后你起码也要给一半 对不对 但是现在 它本身是折扬了很多 股价三亿多 还有30%水位走 那会怎样呢 变成就是 其实 按照现在的租金来算 譬如说在现在 某间店是日本餐厅正在租 他月租10万元 老实说 按照这间日本餐厅去算 10万元租金 现在的新买家 搞了所有手续之后 其实回到这条数 他真的有钱赚 不是说笑的有钱赚 他给了一半 他欠银行就可能是千多万 每个月就收10万 一年就收百二万 对不对 那10年回本 对不对 当然了 其实这位资深买家 我也觉得他 不是太好后市 但是 他觉得 他受得到 5年 10年后 又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 大家要记住 你这一刻 买的铺 和买的 住宅楼 买什么都好 劏房都可以 或者隔壁铺也行 你其实是投资5年到10年 你什么时候输 5年 真的如果你买入了价格 5年之后 还是下跌的 其实你是输的 尤其是你还是要供物业 如果你一炮过 那么你5年后 你的价格也是下跌了 一样是输 对不对 那么好了 其实很多人就不明白 你现在买的楼 你现在的楼市投资 不是投资在下一年 不是投资在两年后 不是投资在三年后 最起码都是说五年 那么当然了 如果辣椒 不存在的话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好了 新世界这次很明显就是杀易如归了 没得说了 那么 全香港人呢 其他香港人又怎么样呢 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 现在真的是大件事 譬如是住宅 全香港 两年 就是说是2022到2023 全香港的楼总值 蒸发了2万亿 就是跌了 大家都明白 就是 你找到一层楼 是升值的 而你买入的年期是五年内的 是绝无仅有的 有些是很长程的 拿了一层楼 二十多三十年 当时买入价 几十万或者百来五万 你现在卖出去还有千多万 或者五六百万 这些当然是赚的 但是这些是个别很少数的 所以你现在最新的新闻 或者资讯 就是中联报告的 他弄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真的吓得投资者不知怎么办 业主人均输210万 是啊 如果你在香港是业主的 你全香港就跌了2万亿 蒸发了2万亿 就是跌2万亿 那你是香港业主的话 你就跌了210万 不是吧 我刚刚上两个月才买房子 我没事了 其实是平均数这样计算的 好了 那为什么中原要出单这样的新闻呢 你明明这样是制造恐慌 是不是 那当然是有原因 他这样说的 因为息口高 本港购买力流失 港楼股市下行 自住单位资产价值不断蒸发 中原公布最新研究的报告 指出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自高位就累计跌弱24% 很简单去计算 就是四分一 如果他这样计算的话 原来香港的楼 曾经在高位的时候 值8万亿港币 8万多 OK 现在最新已经有五个指标的屋远总市值 已经跌穿一千亿大关 过去两年多 全港私楼市值 已蒸发于2.6万亿元 人均业主总损失近210万 2.6万亿 按照他这样的计算是过10万亿的 最高峰 现在跌了四分一 就是还有8万亿左右 好了 那么 中原好像觉得 还不够更 就是 他这些负面新闻 觉得还不够更 所以 住宅总部陈永杰表示 政府去年10月减纳的作用不大 香港楼市走势 还要持续疲弱 即使以往 抗跌力最强的蓝丑屋苑 都纷纷失守 好了 他就说 最高峰的是2021年8月 当时刷新了新高 CCL的指数是191.43 138个城份屋苑市值 一度逼近4万亿 去到3.99万亿元 是打工仔 强积金 MPF 总资产的2.6倍 当时的业主身价水涨船高 好了 那么为什么中原 就不断出负面新闻呢 他不是想楼市升的吗 大家要明白 接下来就有个施政报告 那为什么中原这么做呢 我告诉大家 明明他想制造恐慌 有点点怯逼 不是我 就是 挖苦他们 我认为 切纳是否真的可以 救到楼市呢 我稍后就会 作一个进一步的个人分析 而施永清 中原的大老板 他也有他的独特见解 先不说 现在中原说到 南丑屋苑是否真的这么伤呢 南丑屋苑最伤的是谁呢 现在说五大最伤的其中一个 当然是太古城 不知马国明那屋楼市了多少呢 太古城就和他的屋苑不一样 因为他的产权是999年的 中央会不会未来有机会看齐这件事情呢 这就很难说 对吧 但是事实上 太古城的保值原因 除了环境清幽 以及他在港岛区之外 其实就是因为产权值不一样 老实说 但他真的好一旧 好了 现在太古城就厉害了 在短短两年多 整个屋苑 蒸发了近620亿元 平均每名中产业主 身家蒸发至少480万元 当然了 你一天没卖出的 刚才说过 你没卖出的 你都不一定是虚的 但是如果你五年前买 五年前太古城是很贵的 那你现在就肯定跌了 跌多少 跌两成你都死了 对吧 2021年8月 那屋苑尺价最高峰是达到21,292元 总市值曾经逼近2千亿 他说的是平均尺价 我好像记得我见过2万3、2万4 因为当时有些叫柳黄的东西 就是柳黄呢 它是卖到很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位置好 装修正 好了 上周的成交尺价是14,389 那就是大概每一只跌了多少钱呢 大约跌了7千元 7千元就是三分一 33% 你跌两成都死了 现在跌三成 按照那个时间计 五年前我听到马明 他买了太古城 他买一千万的话 现在就没有了330万 所以 现在就说 平均每名中产业主 身家蒸发480万 是因为有些小的单位 那就不用一千万 平均计 如果你买那层楼 是两千万的 其实你是按赤隔计 你没有了六百六十万 那真的很伤 总数就有 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六名业主 太古城 这帮人 全部 基本上来说 大部分都是输家 但是有些很详情的 十几十年前买的那些 那些是没什么的 因为他买回来 可能是四五百万 就没有亏的 是不是 就是赚少了 但是你记住 这个是 要看他买楼的年期 好了 另外一个 就叫做递警员 递警员 真的很大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 业主 身家都少了一千四百七十几万 这个是属于 叫做 豪宅区 其实真正的豪宅是在山顶的 但是有些都不是的 有些 譬如贝沙湾 或者是帝警员 这些 都叫豪宅 豪宅现在还亏得更加金 例如帝警员 帝警员 就是刘链雄 现在的现任老婆 金比 他也有份买的 其实这种豪宅屋苑的货量 是比较少的 业主的数量也比较少的 帝警员 只有四百零八伙而已 好了 现在每个业主蝕了一千四百七十万 比原先的市值蒸发了六十亿 现在帝警员 全部业主加上这四百零八伙 总市值是跌到二百五十二亿而已 就是说 本来它是值三百一十亿的 你不要小看 因为你看回 它总市值三百一十亿的时候 那屋苑就得四百零八伙 那就是说 起码要五六千万才能买到 对不对 而且很多大的单位是过亿的 好了 现在跌了六十亿 就去到二百五十二亿元 有机会过亿的那些全部都不过亿的了 那当然了 现在就这样计算 每一位业主少一千多万而已 对不对 但是 住得这里的人非富质贵 也没有听到帝警员的业主 被人call loan 或者就变成银主盘 好了 另外一个又是很出名的 豪宅拉 贝沙湾 贝沙湾我以前经常去做事而已 我没有钱买的 我有朋友 差点零几年的时候买入了 到最后就没买到 如果他零几年买 二一年放 他就真的发达了 好了 现在 贝沙湾是多少钱呢 市值 贝沙湾 他现在的总市值是821亿元 现在说的是这么多业主加起来 就821亿了 没理由的 贝沙湾 每一家都三四千万 对不对 现在只有821亿 没错了 在这几年的跌市 势头之下 它是跌了316亿 到了21年最高峰的时候 是值1,138亿的 你想想一下跌了多少 跌了很多 又是30%多 所以 现在贝沙湾 如果有五千万的楼 你跌了30% 就没了1,500万 很糟糕 没了1,500万 如果要5,000万买回来 对不对 那你给我1,500万 我在香港已经很好用了 已经住得很好 如果不是要住豪宅的话 住甲级楼宇 六七八万 现在懂得买楼 真的买抵卖的货 随时可以转到三房或四房 不是开玩笑 好了 现在贝沙湾的业主 每人少了多少钱 身家 是不是1,500万 那就没有 不过也不是差很远 现在贝沙湾的业主 每人身家 就缩水了1,146.8万 这是平均数 你面积越大 就越得越金 好了 为什么这么多负面新闻 又不停在媒体发放呢 真的好像巨浪那样 空涌 再加上其他负面新闻 譬如小巴 现在不行 很多人被银行召喚 有些 很多物业涉样 银主款 诸如此类 好像形成了一个势 好像 地产商 特意将业主 捆绑在一起 向政府压迫 这是我个人看法 为什么 因为 现在 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施永青 我不再叫他做老鼠忽和妖孽 因为他现在真的觉醒了 但是他说的话 也挺大事 因为 他有机会 违反国安法 或者 未来有23条 可能就先抓他 为什么 因为他脅迫政府 等同脅迫中央 你干预政权 很大事 你又不是议员 对不对 他说了什么 他说 施永青 预料今年的楼市 是峰回路转的 今次的预算案 是设立最后的机会 如果政府再不设立 那 资产就很大机会 在今年 大量蒸发 引致政治后果 是非政府能够承担的 他说是哪个政府 中央政府 还是港共政权 你说清楚 对不对 而且就是 你干预政权 干预到出面 你什么意思 现在中央 和港共政权 都要留价 跌 我个人认为 中央和港共政权 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留价 跌 现在 港共政权做到事 李家超 陈茂波 中央是拜同欣赏的 如果中央的目的是要留价跌的话 但是不是 你现在突然间揣测中央不是要留价跌的 是香港政府 保护 或者维护楼价 但是不力 所以 如果你 今年的预算案不设立 你班官 就准备问责 准备被中央发落 这个就是施永青 他言论的内容 里面想向政府表达的意思 他传闻是这样的 他认为现在楼市就向下跌 好了 转机在哪里呢 转机就是政府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 宣布全面撤立 他直言财政预算案将会是最后的机会 在上一次的施政报告 上年十月而已 三四个月之前 上次的施政报告 政府害怕全面撤立会令楼价上升 影响年轻人置业 但现在市况已经有明显的转变 市场上资金流入不足 当有人要 当然也有困难 而政府全面撤立 就可以令更多资金流入市场 他认为如果再不全面撤立 资产价值会大量蒸发 消费力大幅下降 导致各种政治的后果 现在的政府 是不能够承担的 他也再次说 他认为政府 不能死板不改变 第二个转机 是美国减息 市场预期 美国未必会在上半年减息 美国期望可以在减息前 控制通胀 同时拜登也不会想被通胀高企影响选情 第三个转机 他认为中国经济 是会适应西方的制约 当中国开始有外循环 香港经济就会有气息 预计下半年 中国经济就会好转了 资金流入 香港的市场 楼市就会有机会转势 在这里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施永青所说的三个转机 老实说 第一个转机就是 香港政府全面撤立 我觉得这个不是转机 撤立不是转机 是危机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其实之前我已经出过一条片说 上年10月的施政报告 我当时就怎么批判呢 我就说 你如果减纳 楼价一定跌 你不减 楼价也是跌 是的 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因为楼价下跌 完全跟你否撤立 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就是如果你减纳 就可以令到有些人可以逃出生天 可以趕快走货 蚀少一点 那他立刻就会卖货 那如果完全撤立的话 去到这个阶段 不单止是对这个楼市没有帮助 更加有机会就是 你政府大头不相信 现在的楼市 他有机会向上升 你会造成一个市场的恐慌 所以政府其实没有做错 减少少辣 是没错的 现在去到势头 如果你完全撤辣 所有规条都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首先就会迎来另一波快走货的人 那接着 是不是一两年之后有好转呢 那你就要看回 未来香港的局势发展 但是 现在完全撤辣 真的对现在香港的楼市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势还是会持续下跌的了 所以他说的第一个转机 撤辣就可以帮助到楼市复苏 我认为不行的 好了 第二 他就说美国减息 这个更加是虚无缥缈的 因为外国势力何时减息呢 施永青和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 是没办法去定制的 即是不是你作主的 不是你决定的 对不对 什么时候定制美国减息呢 是美联署的 那我们不知道美联署什么时候减息 而且减息了 是不是代表楼价会向上升呢 那国内呢 因为不停就把这个按揭利率不停降低 现在降到3.9 国内有没有楼价向上升的势头呢 没有啊 是不是 所以 你说美国减息 好了 那就是要减到多少 那些人才觉得香港的楼抵卖呢 喂 不知道啊 他每一季减少少 每一季减少少 可能要减到三年 才去回呢 几年前 差不多零利率的啊 是不是 但是这几年你怎么捱呢 人家不会因为你减0.25 0.5 而觉得那些价值很便宜 是抵卖的啊 是不是 喂 你真的要去到差不多是负利率 或者零利率呢 人家才觉得 嗯 抵啊 没什么价值啊 买楼这样 所以其实 你以为呢 美国减息呢 就可以带动那些楼 回升呢 那我真的觉得很天真 很傻 好了 只要他说的第三个转机 这个还会更加搞笑 为什么呢 他第三个转机就是说 中国经济会适应西方的制约 那当中国开始有外循环 我不明白啊 现在西方的制约就是令到中国没有外循环 是不是 那你适应了之后就会有外循环的吗 哈 这么奇怪 我不知道是什么言论 就是你适应了 别人就会来投资的了 别人觉得你是有利可途才来投资的嘛 不是你适应了 别人就会来的嘛 是不是 现在就是不侵外国人玩的嘛 你明白我说什么 萧永青 是中央现在说不需要靠外国势力嘛 我们 我们 中国 香港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是不需要靠欧洲 不需要靠英美的 找中东这些一带一路 非洲那些兄弟 合作就可以了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架构的 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自己的经济模式 而经济模式就是不靠英美的 那就死了 香港是 喂 这个联系汇率就是和美国挂钩的嘛 是不是 如果真的再这样搞下去再加上23条 我真的很想问呢 就是 外循环会什么时候开始 下半年啊 他说是 我怕我下半世都没开始啊 是不是 所以说 施永青呢 我又觉得你真的完全很奇怪 为什么你这么清楚呢 美国什么时候会减息 又这么清楚呢 喂 外国西方就 遲些就 適应了 中国适应了西方制药之后 西方就会再投资回中国和香港 为什么你知道呢 你是不是勾结了外国势力 别人跟你说呢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怎么知道呢 我真的不明白啊 他又说 现在市况不明朗 香港其实有购买力的 不过 又买 转了为租 而且他说 现在他认为香港的客观环境是不乐观的 他认为那些购买力 其实呢 就可以反映在现在 由买转租的这一批人那里 那他预料呢 当租金回报率升到 息口平衡 公平过租的情况 再度来临的时候 购买力呢 便会再次由租转买了 那么他认为这种状况呢 就很大机会在下半年出现 那我就不这么看了 坦白说 我完全不这么看 就是我自己觉得呢 他说的那些所谓转积和分析 都是错的 真的错的 其实很简单 免首期买楼搞定 明白吗 免首期买楼 好 全部呢 就给个公款呢 就可以了 或者呢 拿五万元出来搞手续 搞定的了 100%工的 那些楼就很多人买的了 其实最大问题呢 香港呢 买楼呢 就不是那些什么息口啊 还有呢 就不是那些什么外国势力了 不是 是个首期 如果你买楼 是不用给首期 那我就问你了 那你租楼啊 还是买楼呢 是不是 如果你交租的钱 可以用来供楼的 那我是不是都要住的了 那我当然是买楼了 对不对 但是不行啊 银行又不想100%承担这个风险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很简单 到最后呢 变了租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在国内也是在走这一套 未来呢 我就会再分析一下 中央现在呢 他们在想着什么 做着什么 究竟不是真的想救市 那好了 那现在坦白说一下 现在香港的楼市跌得这么厉害 源于就是 根本就是有钱人 现在都没有钱了 那 恒大塌当呢 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是道火线呢 就是恒大塌完之后 无论是香港和国外的楼市 地产商 都是出现了问题的 那现在不仅是新世界炒烤铺 因为其实香港呢 以前有一位叫铺王 波叔 那他真的一铺害三代 那他旗下那些物业 全部都是 就是 借完 再按 按完 再借 这样呢 就去买回来的 就是坦白说 其实他的资产呢 全部都是借贷的 那最高传闻 他就说 他问了中银者 五百亿 那再加上其他那些 借贷足足 是八百亿 真的 那其实他的新闻 就不停都有出现 自从他死了之后 那这个家族就很不够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物业 他那个市值 都跌了超过五十个百分钟 那现在就大件事了 那有文章就说 波叔三房家族成员 包括两名遗产管理人 邓耀文 邓耀星 以及三太 近月频频见面密密针 那波叔接班人 邓耀星 就回复媒体 那他就说 希望可以度过 那度过些什么呢 度过呢 有机会 他们这个家族 可能面临破产 最快呢 三月就会公布 实际的消息 那没办法的 因为现在其实他其他所有物业 全部都是 按揭物业 就是有欠银行钱的 而很多其实 就是已经 按照一个借贷比例 其实就是要召售的了 所以为什么之前他这么多铺 都要蝕着去卖呢 五亿买回来 两三亿就要卖 那你要知道 你这样呢 其实到最后 是在亏自己的钱 整个交易完成了之后 你幸运的 就可能有几千万 不幸运的话 可能倒贴的 但是现在的 确实状况 邓承邦家族 就确实是 资不抵债 现在其实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了这件事 但是 会不会成为 在下个月 压死 香港 楼市 另外一件 稻草 我觉得不单止 因为 李嘉诚 就想着再来一次 劈价 卖楼 这两件事 如果在三月同时出现 再加上 二十三条 我可以判断 今年香港的楼市 真的连粥税都没得吃的了 一定跌多两成 我觉得跌两成 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了 七师傅说跌三成 那大家自己想 那你今年跌三成 早两年加上跌了24% 就是总共跌了54% 那你就真是可可了 做业主 惨 惨 惨 不过 物极必反 2025年 现在市面上 本来是两年多三年前 七百多万的楼下跌了二十多% 好了 现在五百多万 好了 再到今年再跌三成 五百多万的楼下跌三成的时候 就变了三百多万 三百多万 到了2025年之后 三房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些楼平呢 而如果香港到时候 人工比例各方面 都没什么减少 经济仍然维持到一个 衡量度数 人工是可以的 再加上政府说 不用你给首期了 你肯供就行了 政府担保 到时 你买房 月供 不用一万 陈楼就是利用 不用给利息 如果你租楼当时要一万多 那香港的楼市就真的有救了 好了 今天这段影片就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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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